而至于在台南的知名美食阿唐贤舟最近涨价之后 引发了非常多民众的议论 甚至有人到了Google的评论区里面狂刷疫情负贫 更有人直接向国税局来检举 说店家没有主动来开发票 更注明整体的感受非常差 老板也是一脸不悦 表示他们为何只有针对他们的店家要求开发票 而其他业者却不必呢 而国税局在结果检举之后 今天也特别回应将会来针对相关的事实来进行查核 如果查证属职的话会要求补税并且开发 热腾腾的一碗阿唐贤舟端上桌又涨价了 涨最凶的是余渡贤舟一碗要价两百六十块钱 但没有想到却被民众检举还没主动开发票 我就一直观察有去结账的 只要没有跟他说有没有发票 他就是现金收了 然后就让人家就走 这对阿唐贤舟被检举没有主动开发票 民众颇为不满 向国税局检举 不过听闻消息的业者脸色也很难看 这对阿唐贤舟被检举没有主动开发票 老板很不服气 但国税局强调如果查证属实将要求补税也要开发 而消费者对阿唐贤舟的作为也相当不以为然 事上这一次阿唐贤舟主要的品项都调涨了十块钱 不过生意并没有受到影响 平常日中午就已经卖完收摊 但生意抢抢棍 许多人却因为阿唐贤舟涨价 加上又没有开发票 被网友涌入Google评论上 狂刷了一心负评 还注明整体的感受非常差 阿唐贤舟引发热议 就跟这晚舟一样秀滚滚 记者姚文华谈谈报道